比如说我现在我也很想把那个时间简矩的听力听完嘛 完全的听完并且把它把它那个琢磨一下嘛 但是哎想到终点来看的话哎呀你这个都放不下呀 你要把百分百每一天百分百时间放在这里呀 那你终点看现在似乎有点不妥啊对不会 嗯终点看现在不妥对呀是啥意思呢就是每天的管理安排嘛 你每天要花多少精力就多少时间段来做一个事情嘛怎么去做 当然我是我是认为说百分百你的目标是提高提高英语水平是吗 那我也有这个目标哦嗯 那你如果说以终点来看你这个提高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啊为什么非要提高呢 嗯不是不是不是必须的对 就是不是必须的嘛那没有任何一个目标是必须的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啊 对对但是我们有这个目标那么有这个目标我们也不谈它的意义嗯 那么这个目标可以有啊挺好啊我觉得很好啊没问题啊 对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那我们两个的目标就一致了 对的对的对的只是说对个人就是更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嘛 那每天啊想要多多少时间吃饭多少时间睡觉嘛 那怎么妥当安排嘛 那怎么妥当安排嘛 能够很很不需要计划非常好啊 对啊那就有没有重要的目标 重要的目标重要的目标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把提高应用水平做的目标 那么的话提高应用水平的话 这个目标那是不是要把它进行分解呢 还是怎么样分解咯那就分解咯 嗯分解对那有时候我们会谈到说 你在目标实施的过程中就像昨天分享的例子 就是在里面出不来嘛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你最终的一个大的目标 比较大的结果的话其实现在短期的很多目标 都是个屁下地说的是个屁都是小事啊 也就没必要说非常的有那种执念嘛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执念但是你专注还是可以有的 你想我比如说我想提高应用水平 但是我连20分钟的这个阅读我都做不下去的话 这个提高也是一个笑话 嗯嗯不谈意义不谈结果只是单纯的去做是吗 对啊就是说我可以放得下但是我也可以拿得起啊 那么我要当我要阅读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把电脑关掉 我把手机关掉所以连续阅读20分钟30分钟没问题啊 这个不就是当然这个还是具体的了我就说如果能够把目标给它分解的话是不是会好一点 比如说要提高应用水平这个目标把它进行分解分解的话怎么样怎么样进行分解 然后跟你说的那个时间根据时间来进行分解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根据目标来进行分解 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嘛这也涉及到效率了 你看你的一个小时你可能可以读两本书 比如说那我的两个小时可能只会读半本 所以你在实施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 这个怎么讲还是会有那么些会有那么些什么焦虑吗还是紧张吗 没有焦虑紧张吧 就是说是不是还是跟专注有关系啊 什么专注 就是专注不够所以就效率不高是吧 我觉得是不是有关系我不知道啊 专注不专注的关系 好像也不会吧 我自己会发现说哎呀怎么有时候好像有些人确实他比较有天分 而且这个目标他也每个人的分解的程度也不一样 比如说比方说学英语 那么的话有的人他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口语水平 不错但是他的阅读就不行 那么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打个比方很多英国人 他是我学英语我是属于第二外语嘛对吧 但是但是但是很多那个英国人他本身是自己的母语 但是呢他们很多英国人他的阅读水平也不是很高啊 他可能口语就非常好 但是他的阅读水平也不是很高 那我们我们作为第二外语的人也一样啊 那我们作为第二外语的人也一样啊 所以的话这个目标的分解 就是说你你你过十年的时间 嗯 目标是是那个基本上达到那个母语母语的那个人的那个沟通的水平 我们就是口语吧对吧 算一个目标 嗯 然后通过这个顺序再复起 每一年或者每两年 怎么样 嗯 嗯 这个是其实这样说的话应该其实也就是一个技术活了 对吧 其实就是一个那个 嗯 一个那个 这个操作层面的技术层面的东西 嗯 那如果说时间是最有价值的话 那我们应该说把这个 这个这个最大的价值放在哪里啊 最大的价值 你像我的话呢 我是喜欢阅读嘛 嗯 所以的话我就会在阅读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专注 嗯 其二的话呢 我因为我阅读的量比较大 所以的话我就会在选择的方面我会特别的费近 嗯 就是说 原来说我在选择一个东西的时候 嗯 有时候我可能花到 选择的时间可能花到很长 比如说 我到了图路 不要选一本 第一的一本书 我有可能要花三 三十分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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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太多了就很难成事情嘛 然后目标散落了就 目标散落了基本上也就是 其实也就等于没有目标啊 嗯 嗯 没有目标 那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死亡哦 那个是最终目标 这个是最终一个方向嘛 那就是如果说最终死亡嘛 最终是死亡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死亡做准备 所有的所有的目标都应该为死亡做准备 我每天都在准备哦 我每天都在准备 你看 你看我 我离开妻子儿女 那么不就是做准备吗 嘿嘿 嗯 但是按那个按最终目标来讲 我们最终最终最终就是还能决定死对吧 是不是还能决定他 那现在所有的行为是不是围绕这个决定这个去的 你决定 你决定他的话就是说你是 他很多人他不信佛也不信基督啊 那怎么那个呢 就是说你还是谈这个 就是那些不 不信佛不信基督的人的 能够想 能够接受能够想的东西嘛 你如果说是要谈那个 就是要去死了以后要去 转世道或者是说上天堂或者转世道什么 这样的话那些不信基督和不信佛的人他就 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 嗯 那他怎么怎么活那他不要活了 所以所以经常讲 你说我们安排时间 还是到最后时间安排了我们呢 我们读读英语嘛 或者说赚钱啊 大把大把的时间花进去啊 是吧 可是好像最终都是为这些东西所控制了 时间安排的 都是被这些东西所安排了呀 嗯 也能够拿得起又能够放得下 就不会被他控制咯 嗯 拿得起放不下 对啊 嗯 OK 对的 是这样的啦 对 对啊 你知道 你知道就是说 这个 这个学英语很好玩很好玩 就完了嘛 然后至于说 这个目标最终 你跟那个母语的人 能够基本差不多的水平呢 跟他们 嗯 那个 就是差不多了 那也挺好的 就跟他们有一些差距 或者差距比较大 也没关系 嗯 然后你的目标 有五百万赚钱 然后你赚到了也挺好的 没赚到 也没关系 这样的话 就不会说 被这个目标所困住 然后的话 你也不会说这个梦 这个梦实现了 你就觉得哎呀 很失落 也不会说这个梦没有实现 你觉得很 很遗憾 很 很 很失落 嗯 嗯 如如不动 对吧 嗯 嗯 那如果设计到这里的话 那其实不管政治也好 还有其他方面都好 实际上也都是一场梦嘛 那还有必要去 像你刚刚提的要去争取啊 有必要吗 对 对 反正不都是一场梦嘛 那当然有必要啊 那当然有必要啊 难道你 难道你在 比如说你是个小孩吗 比如说我们是小孩 那么我们在那个 打那个游戏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难道不想尽量的 尽量的把那个游戏打到最好吗 嗯 那应该会有目标的取舍吧 应该讲 可能每个人 那个方面不一样 就是说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游戏尽量的打得最好 但是 但是 就算我们 又没有打得很好 嗯 我们也不会 怎么样 你看那小孩 他要是没有打得很好 他会怎么样吗 他就说哎呀大不了 我再打一盘 像那个小孩 嗯 就是因为游戏没打好 又去哭又去闹的人 其实 我觉得大部分小孩都还 蛮 就是说 其实都还很理性啊 他们 嗯 大不了 嗯 大不了再打咯 或者是说比如说他去 追一个城堡 追个城堡 追了追了就追了咯 没追了他就 他就 他就 他也完了 他到第二天他可能就忘记了 他没有那么多 烦恼啊 执着啊 执着啊 苦劳啊 喜悦啊 他都没有啊 他就是 就是更加 好像很多人说要 要活在当下 他小孩就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吗 对 对的 对 是这样的 过了就过了 过了就过了 我们讲了多久啊 好吧好吧 那就挂了吧 今天说到这里吧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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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